再带您看到东里国小在5月份刚夺得台湾国小世界杯足球女子冠军 获邀代表台湾参加2023年台湾国小世界杯国际邀请赛 而东里国小是展现超强的球技 积压国际队伍 将女生组的冠军杯留在台湾 更包办了所有的个人奖项 富里乡东里国小参加台湾国小世界杯国际邀请赛 这次由来自日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 总共有6国8队来台参赛 东里国小首战遭遇强敌泰国队 泰国队囚风飘翰 东里小将展现绝佳的默契及球技 中场是以3比1获胜 从刚开始的台湾国小世界杯从667队这样去打 他们的成熟度跟经验一定是非常够 然后在这一次的国际邀请赛 然后我们也是有做足充分的准备 然后小朋友表现是相当的好 然后也是我也觉得是也是蛮辛苦的 因为我们队上的那个泰国队 据说好像是泰国当地的储备队 所以他们在打的时候其实也是蛮辛苦 在个人奖项的部分金手套是由田佩茨 金球奖江雅妮 金学奖则是胡巧柔 不仅将女生组的冠军金杯留在台湾 更难刮了所有的个人奖项 从一开始的预赛打到现在的国际邀请赛 虽然蛮辛苦但是都得到蛮好的成绩 很开心 一开始其实蛮紧张的 就因为也没接触过别国的队伍 然后但是就经过第一场之后就觉得没这么害怕 然后就走到了 走到了最后 很兴奋吧 就是因为国有世界杯就没有拿到这个奖项 然后国际邀请赛才拿到七颗球 我感觉这次比赛比特很开心 然后也是跟最有合的一个最大的比赛 然后拿到那么好的成绩 然后 然后 然后很谢谢教練他们一直教导我们 然后叫到最后 然后还没有放弃过我们几个人 杜国胜教练进一步补充表示 非常感谢教育部体育署举办这个国际杯 让资源不足的偏乡球队 有机会与国外球队交流吸收经验的机会 他也希望往后类型赛事能多举办 并补助资源匮乏的球队 有机会前往国外看看外面的世界 记者高雄雄 布里香 采访报道